嗨 一樣今天是新品的直播 然後明天晚上10點後就有本週新品上市 然後又最近斷貨的款式偏賭 所以大家喜歡的款式啊 就是可能每週的新品要抓緊腳步 那我現在介紹這個 這裡已經介紹很多店了 這是我們目前已經破簽銷售的很可愛的套子 這有兩個顏色 那是淺色的 淺色的這個橙片呢 它是短板的 然後它配的是灰色的針織 然後還有一個深藍 深藍配的是深藍色 那我現在配這個 我身上這件的一個新品 新品這件它一樣是 它這個是夾兩件 然後這個是蒸的兩件 那這兩個我等一下就會傳給大家看 然後搭配上週新一款皮群 因為秋冬的快要來了 所以皮群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配這個整體跟上週配的針織啊 分為蠻不一樣的 然後一起配給你們看 然後冬天最夯的格雷灰 一起配給你們看 我現在這個呢 這個身上的一件 它的版型呢 它是比較修身版正常版 比如說它是在 如果你穿牛仔褲啊 或西方褲 它是在肚臍下方 就是剛好蓋到 拉丁一半的位置 它是正常版型的 所以它是不會 它版型不會太 算是 我覺得它算是偏短版的 但它也不會太鬆 算是修身版 所以推薦S Ample 有的人可以試穿 它這個版型啊 看起來是會有一點點修身 可是它這個地方 胸口這個地方又是鬆的 微鬆感 就是很基本的通勤爭執 它做假兩件 所以你收到的時候呢 這個 裡面全部這個都是 可以看得到 它是用扣子 扣起來的 所以你這個可以隨時拆開 然後你想要去混 它這眼邊 穿起來也OK 它配好就很方便 然後它的領子 你看它是很挺 所以你就會覺得 視覺效果就是 會還蠻 看起來就修長的 會比較挺一些些 還比較有精神 那這個袖子它也是假的 你也可以別拆掉 這個地方 這都是我剛剛扣上去的 你就繞一圈扣好 然後呢 隨時可以拆開 是不是很方便 那一樣這種修身的 配個皮裙給你看 感覺就比較活潑一點點 然後比較酷一些些 然後往後退 那它這個版型呢 下面多一點都是我扣 往後看 然後這個地方還有那個 口袋 然後這個地方還有那個 口袋 OK 沒關係 好 然後呢 它的這個收口這個地方 有一點點鬆鬆 我看你要直接往上 一點點也沒關係 往後 反正都縮一點 往下拉都可以 那我等一下 我還會再搭配其他的單位 然後我看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我轉體的範圍感 然後它這個裙子 那這個裙子其實非常好搭 目前我只有 目前我們 看多年我們第一次找一個 鬆緊帶的皮裙 一般都是鬆緊帶的之外 都是偏窄版 或是A-line的 但是另外一種 我覺得很舒服 那它顯瘦度呢 我覺得算可以 因為皮裙嘛 但它整體的範圍感 我覺得是整個修長的 而且它很好搭 然後呢 另外它的這個顏色 好像有咖啡色 跟黑色 這很簡單的 比較簡單的通勤款式 然後這個皮裙呢 我一樣配 就是我們熱燒千百組的 那個套組 套組就是 衬衫 衬衫跟皮筋 然後一起混在一起 讓我們搭配 就是它的顏色比較相近 可是它分為我們感不同 所以讓我們看一下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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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留意 對 nos 在短板襯衫呢 之前直播一般都是配西裝褲 我想說短板讓我們看一下 這可大可一般 一般我會截到第二格 那邊配個小背心 它有點微鬆的 所以完全不挑人纏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微筋 我覺得皮圈呢黑色 有些黑色皮圈 我覺得超適合搭配黑色皮格 看起來是會有點休閒感 然後女的中間又配了一個襯衫 所以我覺得就是有點 全是都市休閒感的氛圍在 然後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襯衫短板 它隨時可以扎 可以調整都OK 然後我也會稍微折一下 然後拼肩用用不動都OK 整體造型我覺得很加分 它整個氛圍感會比較穩穩一點點 它整個氛圍感會比較穩穩一點點 那這個套裝還有兩個顏色 然後這個淺藍色這個部分 它這個目前的話全部鮮活 喜歡的朋友可以馬上直接下單 然後還會再鮮活區 問題的話可以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明天會把直播清單 在明天辦完之後會給大家 所以不用擔心 讓我繼續往下介紹 那今天還有我很喜歡的一個 牛仔褲車線深藍色牛仔褲的 新配的一個外套套組 整體搭起來其實顏色很大 如果你比較不喜歡自己想搭配的人 想要一層什麼套 就可以很推薦你們可以這樣直接一起穿 然後這款灰色這個襯衫 它是新款 它裡面呢會配了一件同色系 一樣小灰色的 那這隨意些些 那它的材質很好 這款的襯衫很推薦 如果你喜歡 你襯衫買到就是覺得有點boring 你想要換一點點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或是你想要找材質好一點點的 然後稍微設計感一點 這款很推薦 第一個它出現的這個顏色 它是格雷灰 格雷灰呢它會有一點點上面 它用材質是有一點點光澤感的 你們可以看得到 那有光澤感 所以會有一點點透霜的感覺 它裡面有配個背心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就簡單搭配 你可以直接穿 五件的內衣 或是七件的內衣 都可以 那我自己還是直接搭小可愛 反正我覺得有這個 這個小背心在 那同色系搭配以後 這個氛圍感更強 然後它旁邊的袖子 很漂亮 然後是長的 就是我個子蠻小的 我都會覺得原本剛開始會覺得 好 背這個長的一點點 劍領的這個領子 我會有點撐不起來 那穿起來超鮮瘦 那我配一樣 讓大家最方便搭的 今年初回歸的 第一次回歸的這個九分褲 哈倫褲 西裝褲啊 白心賣的很好 然後這個灰色是新色 非常美 質感很好 後面是鬆緊帶的 我臀部有加寬硬分 所以它的臀部 非常貼心 所以都不用擔心 好 好 它裡面褲的背心 然後它調整就會有肩帶可以調整 然後它的材質有點光澤感的 就可以看到它的顏色很美 非常美 質感 然後重量垂度 它是很輕的很輕薄的所以不會熱 顏色很美 灰色真的很美 這個大領子的部分 裝色的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扣子是圓扣 細節很漂亮 然後微透膚它是看得到 所以它附那個背心我覺得非常的貼心 而且它是顏色是一起的一樣灰色 你看它的袖子的細節很美 然後是長型的 很特別的版型 然後它的身材是有點膨度的 然後微透膚 你可以直接放下來 你可以直接折起來 因為它是透明的 然後有點顏色 所以我覺得它還可以 然後我後退讓你看它整體的氛圍 然後呢 這個襯衫呢 它砸進去 我想說讓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 因為它的顏色是一樣的 所以很美 我幫你們套好 就是直接幫你們打好 你們就不用擔心 搭配的問題 就是很方便 我還喜歡無腦穿搭 直接砸著也可以 還有如果你想要再更顯靈一點 你還可以自己配一個腰帶 那你自己的話 喜歡直接這樣 讓它袖子的造型跑出來 然後這個 這個襯衫的部分 旁邊的地方 是透膚 然後側線都會有點看不懂 顏色很美 好 顏色 這可以讓我們看得清楚 很美 然後它的這個 實際看到的顏色 請跟直播 現在我們直接看到的顏色 其實差不多 OK 我們再來 新的襯衫 新的襯衫的部分啊 這個 旁邊這個 袖子很特別 這件的襯衫比較特別地方 它是用白折的 旁邊也是學放的 因為秋天的單品出來 都會叫你花翹一點點 因為 剛剛入球滿 就可以比較可以 層次搭配 你可以自己互相混搭 那它因為它這邊是透明 就有點微透腹的 它只有袖子的部分 然後它前面是飄帶 有做一個這個 攜帶的部分 然後長裙 對於這個長裙的話 是套族的長裙 之前都是試穿綠色的 你們看到 然後今天是試穿一個棕色的 幫大家配起來 這些完全入秋的氛圍 這間的部分 每一人的部分 都會有 都會有 有的 沒有 在不久 有的 有的 好 全新的這個襯衫 它布料是這個拼接的 這邊雪放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也是 這邊呢 一點點斷光一點點光澤 它本身摸起來是很會滑面的感覺 那它這個地方我通常 因為它有攜帶 你可以直接往旁邊這樣放 你比較修行一點點比較隨興 那你也可以綁起來 都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 往後 就當你錶帶的造型 就看你自己的 穿搭的氛圍感 那因為下面有這個裙子 我想把它打開一點看起來比較稍微 隨興一些些 然後讓你們看一下那個裙子 因為這裙棕色跟綠色都很美 那我自己也是覺得 如果你沒有拿 就是穿家裡衣櫃裡面還沒有綠色的話 很推薦綠色 因為東方人穿綠色很漂亮 那棕色就是很好搭配 就是是為了把綠色的 那種其它逐一切 這裙子代過 好,平常我們比較常會這樣打開 就讓它隨行的放 然後呢,搭西裝褲也可以 或者,然後綁啊 因為這邊它已經有點造型了 所以我會想要把它放在旁邊 那你可以像剛剛一樣直接往後戴,OK 整套就是看起來就是女容味超滿的 就是很漂亮 然後它旁邊的白症效果也很美 你本身看到的話會覺得很有氣質 那如果你想要上面綜合一下 我覺得下面配西裝褲、滾牛仔褲也都很漂亮 這兩年的老前鋒 這個老前鋒毛衣 最近明年的秋冬都一定會出這種獻山毛衣 那它吃的已經是 現在目前穿的話會有蠻熱的 因為它是認真的毛衣 可是我必須馬上給你們看的原因行為 這是非常非常 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大翻領 這個各大牌都會出的大翻領 這個其實對我來講是非常的多 就是很美系的那種 很簡單用來 美系用來的那種毛衣 那它是做針織的 那大翻領的話旁邊 我等一下穿起來 你就會看到它翻領翻得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做的是比較利路的 這種拉鍊式的 然後有灰的跟深藍色 那我配西裝庫給你們看 az padre 你們看到他封重庫的 你可以選擇 一個可以選擇 的話 如果大家可以選擇 別讓他們滅多放在這裡 就是 所以 有些東西 要 provincial 這個就是今年必買的毛衣的版型 可以拉到你自己想要的地方可以完全讓自己折 但我覺得最喜歡的還是這個大翻臉的造型 它一樣下面是鎖口 所以它這個地方因為現在深色再看不出來 你可以折一點點再穿 它是正常版型 它大概是一樣拉鍊一半 然後再一下一點點的長度 所以很正規的長度 然後一點點微松它也不會太寬鬆的感覺 這樣整體就是會比較靈魯一點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它雖然是比較美心的感覺 可是我發現韓國的博主博多克還蠻喜歡這個款式的 但今年真的這個版型非常瘦 所以如果喜歡的朋友真的不要太慢 因為現在的那個斷貨擠開的來 雖然這個是比較厚一點點 如果喜歡的 如果過的朋友可以先準備 這一款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裡面可以再夾東西 如果冷的話 那現在穿的是偏熱 但是如果喜歡的朋友可以先夾進來 然後再一樣先一次裝夾 我們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再加一塊 我可以放在這裡 好 金色 黑色的話就比較看得到這個紋理 跟針織的感覺 但是很激過很快 它整個氛圍比較休閒的 然後比較密播一點點的 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它的長度 下一組我搭配的是這個Backer罩衫 它Backer Coat這個地方還有做很多顏色 讓你們看一下 它是Backer Coat 然後是很簡單的這種包包的 有點像雪瑪花的 它其實是有點沙的那種感覺的 微透膚 加一個黑色 它是做一點點Backer Coat 然後它加一點點這個飛鼠袖 一點點而已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版型 然後我故意穿白色的新裝模式戴的是 因為想讓你們看一下版型 因為黑媽媽的怕你會看不清楚它的感覺 因為它搭的時候你可以注意它的腰間的地方 它其實有一點點白型 然後很適合 你穿洋裝啊 洗肩袋啊 背心的啊 你想要當早衫 或是你就把它當襯衫穿也OK 所以這個是一挺洋裝很方便 這款的黑白色都賣得非常好 很方便搭配 然後洗妝褲啊 皮裙啊 牛仔褲啊都可以搭 我以為是白色的所以它會有點微透的感覺 可是它整體的氛圍是有點微縮 可是你看到它的這個地方有一點點板型 它是有點這樣子 嗯 我就像水瓶沙漏的感覺 然後所以如果你今天穿的西裝褲 其實可以微紮 它旁邊會有點垂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空間也夠 所以它沒有尺寸上的問題 所以不用擔心 然後它會一休閒 然後可以雷滴一點點 去看你自己去搭配 做個方便 現在已經敲完款 這個黃色這個襯衫很受歡迎 因為是比我預想中還有這個受歡迎的 其中一個款式 因為黃色我一直會有點擔心 然後我想說前幾年會比較低調一點點 我想說今年我想要讓它亮麗一些些 我想說這個出了這一系列亮色都很受歡迎 粉色啊 什麼樣子也很受歡迎 還有這個黃條紋 黃黃指紋 這一款基本上是亮色裡面最受歡迎的那一款 然後呢 它真的是oversize的 有點難有襯衫的感覺 完全蓋到皮膚 那我搭配 我之前發的影片就是搭配 白色的牛仔褲 那白色牛仔褲 因為新出的 我就重新示範給大家看 現在這個超完款很多人點這個 再穿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天絲 很多朋友現在還是覺得熱的朋友 天絲這個襯衫 你想要混搭 你到時候天氣冷一點 你可以混搭針織 灰色的啊 或是白色的 可以混搭自己方面 然後還有一些夾克 你可以這樣層次感 還有西裝外套 這一個款式 因為它顏色很美 然後還有兩個藍色 我就重新穿給你看 然後搭配這個白色的牛仔褲 那秋天的話 我真的很推薦 尤其比夏天 我覺得更需要白色的牛仔褲 原因是因為 顏色稍微 襯衫要開始的顏色 會帶有重一點點 那你喜歡亮色 就絕對沒問題 所以我今天搭給你看 然後稍微重一點點啊 秋大綠色啊 白褲其實也很漂亮 那我這個一起搭給你們看 為什麽 我可以帶來 像噴尬 一起搭配 來搭配 所以即可 好 從來 發抖 好 任 adopt 可以 可以 res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黃色的吃完餐餐 看得很漂亮 謝謝 我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我等一下把這個額鋼頭 讓我們看一下整體的繁星 這個白褲呢它一樣是彈性很好的這種 然後我覺得它很鮮瘦 然後它比一般的白褲上不透一點 那我覺得我還是會穿安全褲 因為比它白色 大家會擔心如果太陽下啊或什麼的 我基本上都是穿衣服內褲 衛生內褲 還有安全褲都可以 然後賣場的上面都可以直接架構 那它那個長度剛好在9分 完全很完美 很適合搭德訊球鞋啊 然後平常的樂服鞋啊 拖鞋或者拖鞋啊 高的鞋都很剛好 隨便搭的OK 然後因為它是微瘦宅 還是直筒的 所以什麼衣服 T恤 然後罩衫 就是冷一點點 就會有衛衣 大學T都可以搭配 這就是天絲感的 你穿上去真的非常柔軟跟涼快 然後有兩個顏色 然後網路上的官網上面都有很清楚的照片 然後讓你看一下本線裡面 它真的蠻現瘦的 因為不挑身型 然後袖子做微袖 再往後退讓你看 這個到時候 它冷一點 可以配綿毛外套 學法西裝外套 都可以 然後正直外套OK 那 我來看介紹 大家開始現在溫腸 手提示了 然後大家運動的時候 然後平常搭配 都可以直接 不用想 就可以直接套上的 那就是這個 有一點 逐肩黏梯 長袖的 那一點點微透 然後我想要搭 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T恤 你本身 大家都有 那我自己平常的話 如果 上班 就覺得 喔 加T恤加一個牛仔褲 然後少了一點點什麼 我就會搭一個 絲巾 那我本身喜歡 大概90x90的一個 大絲巾方形 我覺得 利用度上面 對我來講 比較方便 因為我很喜歡披折 然後第一個可以當造型 然後 真的很想要 各位可以擋擋風 然後脖子這邊可以擋一下風 然後配個黑色牛仔褲 好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來吧 好 來吧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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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T恤之一 因為 第一個它改屁股 然後 旁邊這兩個地方 開叉 這個我很喜歡去上衣 假課啊 或是運動的時候 可以穿加零拉褲 超方便 因為有時候 你就是每天去運動 有時候就是想要一個很簡單很舒服透氣 然後跑步的時候啊 運動啊 你就很方便 然後它這個又透氣 又完全 稍微 因為雖然說現在真的是那麼臭 可是其實太陽還是很大 沒有說突然變冷 可是紫外型還是很大 就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防曬啊 什麼方便 我自己很喜歡 一年的事情 我都覺得有夠賣的 然後當當冷氣也很方便 好 往後退 給你們看那個 牛仔褲絕對 都一定要必備的 這種窄館 九根褲的枝桶 牛仔褲 那下收口是正常的枝桶收口 然後我配像的 浴血這樣子 很簡單修行的 這個 扎不扎都沒關係 九十乘九十的 我會一直這樣披吧 這個我很推薦 家裡有自己的披肩啊 絲巾披肩 你們有沒有發現T恤 就是最簡單 你每個人家裡都有T恤 直接配就是立刻高級感起來 然後重點是上班也OK 然後你這個披起來以後 你也可以 外面可以直接加西裝外套 然後綿麻的也可以 綿麻的外套也可以 然後就可以襯著這個顏色 就是放在裡面 當一個襯衣的重點 然後像手勢一樣 把它展現出來 然後在材質跟材質間 會有一個小小的特色這樣 那你可以綁 然後我基本上就這樣披著啦 那你要做不同的造型都可以 三角鏡啊 或是綁著 然後當披肩都可以 我會推薦這樣使用 非常方便 小小一條 放在包包裡面 真的是 因為我都是 平常包包的帶那種窄的小包 直接塞進去就OK 好 上周的這個套術呢 很多朋友都還希望可以再看一次 所以我今天這個禮拜也都在穿 然後我直接配我現在身上這個白T恤 因為 竹筋黏皮跟綿麻 亞麻這種 我覺得算是絕配 你穿起來氛圍感會差很多 你會超可愛 你到時候 因為我上個禮拜打的就小可愛 雖然都很簡單 就是一個基本款 可是它氛圍不同 我還是想要套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亞麻這種套子啊 其實就那麼多拖鞋 或是我等一下穿高的鞋 它整體氛圍就是 因為它是套裝 然後它的亞麻的才是比較重 顏色是綠顏色 非常漂亮 然後它這個褲子還是送進袋 但是它這一組看不出來 是整套一起 同個尺寸的 因為它的尺寸很友善 它是用送進袋的 所以基本上不用問題 這次是哪個尺寸 很重的 感谢观看 新裝外套長都是 就是蓋過這個褲子的 超在褲子的地方 好像蓋過屁股 應該講說 它暫停的 我覺得氛圍感夠 然後顯瘦度也很佳 然後另外呢 它是很少見那種原色的 這個西裝的套裝 原色西裝真的很難找 所以我們的那個 還有這個 還有另外一組是背心加褲子的那一組 也是顏色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比較難找到 我覺得氛圍感真的比較強 如果你喜歡也是有點 微度假感 微亞馬感 舒服的那種感覺 真的不要錯過這個套裝 真的不要錯過這個套裝 有一點毛衣感 現在目前穿會有點惹 但它版型非常漂亮 我一定要介紹給你們 因為它是 我們基本上如果 久一點看的人都會知道 我們的西裝部分 西裝褲 西裝短褲 套裝 西裝外套都是我們的招牌 還有襯衫 這個西裝外套 因為台灣基本上 像這個厚度的西裝外套 我覺得很好用 裡面加高頂毛衣 簡單的針織 然後再冷一點點加發樂衣 簡單的 其實很好用 然後外面真的頂多帶到 露露真的很冷 到那個 我會套那個 羽絨 保羽絨 其實保主上的節目 其實很OK 在台灣的天氣 那我等一下整體穿給你們看 就是想要打到有那種 英文感 就是那種上班族的感覺 小心喔 我們可以受限時 零排 大陸 方面 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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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你們看那個牛仔褲 剛剛跟黑色牛仔褲 黑色牛仔褲 然後這個霸棍褲啊 其實我推薦 因為這個水平誰都可以穿 它不是載完褲 它是直筒的牛仔褲 很舒服很軟 然後彈性很好 所以很推薦 然後尤其是像 有點突破了豐滿的女神 這一款它是包臀的 然後它的布料是很舒服 夏天可以穿 因為冬天穿不太冷的 那種牛仔褲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 就是它的材質剛好 的一個狀態 然後很有彈性 其實你 一天像現在 因為天氣很熱的狀態 你去穿這個牛仔褲 你會覺得 我等一下要擠到 擠到這個牛仔褲 不用 你不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你再套上這個 最簡單的提示 真摯的背心 台客背心 誰都可以 就很好看了 那我配那個 小香風的娃娃鞋 喜歡的 小朋友 都可以 一起 一起購入 非常軟 對 你拿到的時候它 它 1080 可是呢 它的顏色 小香風最重要的就是 顏色 顏色 顏色要對 它的顏色 黑配性色 真的 我覺得 顏色雖然做得蠻質感的 蠻還原度的 然後就整體氛圍感到 你想要拿到小香風的感覺 還有一點低調 一點裸 的那種感覺 好 對 有 它的這個材質我想靜一靜的給你們看 它是形紋布 一臉毛泥 所以它其實現在穿是蠻矩的 但是它的版型真的必須介紹給你們看 小肩膀的 它尺寸有到 它有做很多個尺寸所以不用擔心 真的一定要參考 因為它很修身 那胸圍鋒滿啊 然後想要扣起來的朋友們 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尺寸的部分 那這個尺寸直接往上來是不是沒問題 那你個子特別小啊 肩膀那邊喜歡很窄的那種朋友們 這個就是它本身排系直接編小 因為它做修身感 所以整體分為感我覺得它比較偏英文風 然後所以我故意配的深藍色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真的打起來給你們看一下 等到冷一點點還可以大家嘗試 你很適合這種 這個氛圍 上班穿起來真的蠻得體的 然後開會啊 什麼LOCKING 然後你平常穿也很好看 它真的很鮮瘦 非常漂亮 這完全就是我心裡面 就是 我想像中如果我是上班族 我就希望穿的那個風格感覺 看起來就是很會用知識分子感 它這個修身的地方 它在版型變得比較小短板的感覺 很修身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一開始的 這個是我很期待的一件的外套呢 它是比較夾克感的 它不會太厚 可是它是想像路球的單品 那車線的 一樣車線的 然後又有點微鬆的 那跟這個現在這個版 我現在身上穿的 完全是風格很如同的感覺 它有點微鬆 然後它是蓋過屁股的 那因為我個子比較小 那你跟個子高的話 在IQ中間 然後官網上面都會有異常 讓我們選擇可以看一下 那它的可愛的地方就是 想要幫你們配套子 因為其實從車性跟車性巾 你要超類似的 真的蠻難挑的 然後又要挑版型 可是這個真的一整套 穿起來就是我非常喜歡 然後我現在穿 小可愛配這個 讓你們看一下 整體的那個單品感 因為今年 安可拉格雷輝 再來就是這個車線 深藍的復古車線這個 牛仔非常的好 然後這個好處是什麼 穿起來簡鈴 然後很寫瘦 然後還是在一起 切成小排 他們在一起 壓著 我們還有 準備任何 嘗 然後 我摺一摺 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穿起来我觉得 它蛮 松弛感有 可是我觉得它穿起来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蛮有女人味的 可能有点微松 可是它也不会太夸张的松 所以像我个子小的朋友 穿起来就是有到那个松弛度 可是又不会版型太夸张 oversize 到我觉得我撑不起来 然后配上牛仔裤 然后加上我的小小货娃娃鞋 是不是还蛮ok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体范围 我觉得很喜欢这个 应该是为我这一季 最常穿的一个look之一 小香风的感觉 有这个乐福鞋的感觉 乐福鞋的 对不起 叫做德讯鞋 你家里德讯鞋拿出来配 就是会立刻接头感 我传给你看 喜欢单领外套的 真的不要错过 然后你可以自己配 就是我也帮你配你们组 你可以自己挑选 然后也有短裤的 A4裤的 就是IN-LINE很短裤的 都会觉得长裤已经有了 想要配短裤也ok 然后如果我 推荐的话 如果你喜欢这个夹克 想要配整套 不会推荐这个长裤 因为比例的关系 因为这个比例的关系 这样松弛感会更长一点 我上周已经穿过这一款的 加量件的整齐 旁边侧边是可以拉 就是抓皱的 这一款我上的礼拜是穿条纹的 杏色条纹的黑条纹 然后我今天穿这个卡奇的 给你看 加两件 很方便 所以秋天的时候 秋天跟春天最多的加量件 就是这样的机器 因为它可以有层次感 贴穿的感觉 秋天跟春天就是可以让你 很玩衣服 让你整体风感比较强一些 然后往后退 然后它是这边 你可以打开 但它本身这个是假的两件 这两个稍微有穿过的 任意连续穿两个 这个差太多朋友问了 不会掉它的这个义智领的这个T恤 因为它弹性很好 然后很舒服 它是衣服较比较轻的 但它不会随便那样子就敲起来 所以就有男性 然后搭配这个芭比库 这个呢 据说是厉害的 然后就是说 它们的胃裤里面的平层 非常非常 这个扳性非常的限瘦 然后我都叫它Bobby裤 因为我觉得就是Bobby感 它那个眉豚的效果 然后下面是有点微喇叭的 可是它不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运动的时候穿很方便 然后你平常可以直接穿出门 然后它的Bobby感 因为我觉得比例很好 感觉很像 比上面的话 我还会搭配一个新款秋的 秋天的一个 那个运动外套 让你们看一下怎么有氛围 那如果在找这种运动的胃裤啊 像是白型 松的脂痛的已经很多了 可以参考这个 因为穿起来比例很好 如果在这种运动的胃裤 簡單的T恤 然後這樣子跟版型 就是我往後退讓你們看一下 它那個貼臀的 它做高腰 然後版型偏小 我穿M 可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因為我的臀部就91 我覺得這款真的穿起來很鮮瘦 那如果你自己覺得臀部比較豐滿的 你可以往上拿一個尺寸 真的沒關係 因為它是很修身的版型 它臀部是比較合一點點的 可是它臀部有加寬 它做微喇叭的 然後臀部的地方大概加0.7.8左右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OK 然後還有做出那個微喇叭型 所以直接穿平衣小白鞋也OK 好 但是我要把那個切成都放在一起 我會想到那邊 然後那個是蠻OK 就像蠻OK 就是蠻OK 所以我們要不要夾 這次我吃到的 就像蠻OK 就是蠻OK 所以我會把這個 然後切成的 然後切成的 切成的 然後切成的 這個 這款我們想要準備到日本去穿的 因為想到天氣會有一點點涼了 那如果在外面想要慢跑的朋友 在外面慢跑 但需要會有一個小外套 當然你快跑運跑的話真的跑會蠻熱的 但是這個輕羽絨的話我覺得蠻好用的 你可以防風然後慢跑 然後再用都市旁邊河堤慢跑 所以還蠻浪漫的 然後你也可以在週末的時候 你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外套的部分 就可以選這種很輕的 然後防風 然後又有保暖肚長 因為我很喜歡一間羽絨 它旁邊一座平結布 它旁邊是平結這種太空棉的感覺 它就會看起來很顯瘦 因為羽絨有沒有 大家都有時候覺得一穿就很厚重 因為它這種秋天的緣容 它輕 然後幫人度夠 然後風 然後不會太久 然後又顯瘦 然後往後退配這個 這個衛褲 運動褲 整體氛圍我就覺得它很顯瘦 就是你今天是運動穿搭 可是你還是很顯瘦 这个领子可以外翻 然后面边拉 可以调整 然后它可以这样扣起来 这个外套绝对 其实我会打脱 因为它非常线瘦 这个是我的脑海里面准备好下个月我要去日本 然后晚上的时候想要在秋天的那个旁边的公园 日本半夜附近的公园慢跑 那因为今天年纪稍微长一点 所以就希望可以每天都可以稍微微微的运动 那在那边因为天气 日本会天气比较落差比较大 所以晚上怕冷的时候想穿这个 然后在旁边的那个公园里面 很浪漫的这样小慢跑 再来 这个新的这个连身裙正直的 那这个只推荐XM的朋友 它的尺寸它不会太大 可是它的版型蛮漂亮的 有点微松感 那它的侧边的地方是抓皱的 这个地方可以粗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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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简单的这种脸很轻松啊 很简单的这种脸很轻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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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的蜂衣 调温永远是蜂衣 有种卡丁的好朋友 我换成小小波和卜系搭配 谢谢观看 这是超完款很漂亮的光泽感的样装 侧边它是有做这个造型的 很美很美 穿起来很鲜的一个 我觉得穿起来立刻就会贵气 千斤感很重 很美 很漂亮的这个颜色 那它里面有做离子 我里面还是有穿安全裤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穿白色里面 我觉得蛮不透的 那你自己的话 我自己还是会很习惯穿安全裤 会比较方便 因为并全白的 你要完整度高一些 还是觉得先把里面的东西准备好 然后过路车里面都会有可以夹构 我们都会放在旁边夹过去 可以安全裤或是布丝内裤都有 谢谢大家 這款是背心式的 然後這個地方都有做一個折 有打折在那邊 它玻璃很漂亮 光澤感不夠 看過去就是很像拋光 我覺得它就是 也是另外一款那種白月光的樣狀 很美 旁邊那邊腰式也是做收藥的效果 然後它是中間短一點 旁邊長一點 收拾度完全滿分 上班可以再加一個西裝外套 其實很方便 這個西裝外套也是蓋過臀部 然後它很修身 版型算修身偏小 所以衣服比較豐滿啊 或是喜歡扣扣子 然後你肚子比較省或是說比較容易長一點 或是你沒想要穿衣服 你可以往上拿一個尺寸 但是前方的東西當中的一個尺寸 或者先再加一半就在上面 再加一點點 當然 規復 最多的東西 接著我的 gracia 也要做給你 viel精神的 全大爆炸 然後再加一點點 這個是蕎紋環套做整套的 然後還是修行褲 然後上面配個眼帽的織綿霜給你 謝謝 這個很舒服的套裝 連帽的 然後是很舒服 維針織綿的上衣 然後這個褲子是鬆緊帶的 擋也夠長 它的擋的地方也夠長 所以尺寸上面不用太難行 上衣的話偏短一點點和聲一些些 可是它彈性還蠻好的 然後往後退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還有帽子 謝謝你們 那有問題的話都可以跟我們說 晚安